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复习2-2的范例1 如图所示在比萨斜塔上方离地高度H处 将质量为M的物体从静止状态落下 那重力空气阻力可忽略 重力加速度为G 那请问第一个 落地瞬间动力所提供的顺时功率是多少 题目希望我们表示答案的是使用G 用M还有H以及G 来表示答案 那么 顺时功率的势值在我们前一则影片有介绍了 顺时功率就是力去乘上顺时速度 所以这个力就是重力 然后这个速度呢 你其实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是 如果你记得等加速运动的特性 那如果下H的话 它的莫速度就是根号2GH 那这里就是根号2GH 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算 我们可以写成NG乘上GT 对不对 我们等加速度运动功率有三个 我们等加速度运动功率有三个 那看是要比较熟悉哪一个 我们如果用第三个 你可以得到的就是2gh 就会等于v平方 这样是最快 那如果你是用第一个的话 就会变成像我们所写的这样 然后你会得到的是 ng平方t 然后你再使用第二个 第二个会告诉你说 h其实就是二分之一gt平方 那t就可以表达为 2h除以g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把t带回来 变成ng平方乘上 根号的g分之2h 那结果一样会是ng 根号2gh 好那么第二题 重力对物体提供的平均功率呢 平均功率呢 如果是定力 第二题 你可以分两种做法 第一个若为定力 可以可用 可以可用 平均功率 就等于力 去dote 平均速度 那或者是第二个 不管是定力还是便利 不管是定力还是便利 皆可用 p功率是做工除上时间 那我们两个都做做看 第一个是 f乘上平均速度 那这整段的平均速度呢 就会是h 去除以时间嘛 对不对 h去除以时间 那这个时间刚好 刚刚也算出来了 时间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g分之2h 在开根号 所以这里就会是 ngh 然后去乘上 把g分之2h 开根号 它是在分母 我们写慢一点 好 结果我们把它放到分子 就变成乘法 然后上下编导 所以结果得到的是 ng 更号的 2分之gh 那或者用第二种方法 重力的做工 是 ngh ng 去乘以h 往下的力 重力 去乘上 位移 h 所以是ngh 再去除上时间 那时间也是刚刚算过了 所以结果一样会是 ngh 去乘上 根号的 g除以2h 所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好 这题就介绍到这里 总之呢 如果是定力 就使用 f 乘以v 那看是要乘上平均的v 那你算的就是平均功率 如果是乘上顺时速度v 那你算的就是顺时功率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它到底是变力 还是定力 它到底力的大小是会改变 还是不改变 当下你没有改变 那 都可以使用 最原始的定义 就是做工 除上时间 就是功率 对 对 对